腹科疾病是很多女性害怕出现的,所以生活中很多女性会定期做腹科检查来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但是可能有很多女性不知道的是,在做腹科检查如果发现这三种疾病,是可以不用进行治疗的,它们是不会给身体带来危害的。 那具体是哪三种疾病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哪些腹科疾病不用治疗? 一,乳腺增生,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有些乳腺增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特别是由于经济引起的乳腺增生,在月经来临前乳房会特别的胀痛,而月经过后胀痛感就会消失。 另外,如果平时心情不好,也容易出现入膀胀痛,也是乳腺增生导致的。 有专家指出,乳腺增生是一种疗性病变,没有特别的治疗方法,只要女性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吃刺激希腊的食物,就能够有效缓解乳腺增生。 二,宫颈弥烂,很多女性可能才听到宫颈弥烂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害怕,以为这是什么危险的疾病,毕竟说到弥烂,而且还是跟子宫有关的,但实际上,宫颈弥烂这个医学名称已经被取消,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妇科专家指出,大部分出现宫颈弥烂的女性只是收到激素水平的影响而出现伤皮疑味,等到激素水平稳定后这种情况就会得到缓解。 所以不要听到一些广告就自己治疗宫颈弥烂,或者听从一些佣医的建议,以为宫颈弥烂是需要治疗的,这样反而容易引起妇科疾病。 所谓的宫颈弥烂治疗是治疗宫颈弥烂,三、子宫肌瘤,一听到肌瘤,很多人就会以为这是一种肿瘤疾病,但其实,子宫肌瘤的这种瘤是属于良性的,很多女性基本会出现的,是女性引导的常客,有些肌瘤会小的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出来。 由此可见,一般子宫肌瘤是没有危害的,不过,要注意这是在肌瘤比较小并且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如果是肌瘤太大,超过正常的范围,就要及时进行手术治疗。 以杜绝后患,文心提示,定期的妇科检查还是要做的,如果发现自己患有妇科疾病,才能及时进行治疗,不拖延时间,而如果是遇上这几种疾病的发生,也要控制住自己,不能盲目的治疗。 另外,其他一些妇科疾病的发生也是来势汹汹的,所以在检查这些的同时,还要警戒其他妇科疾病的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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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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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